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我们最后不是,最后我们是需要画图的 首先,这张资料表有人会拿去做汇出 为什么?你什么时候需要汇出这张资料表? 我们不是每个月月底都要做那个报表吗? 这不就是报表? 你知道说这不是报表,这是什么? 有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所以这个档案要不要汇出? 要吧,对不对? 那请问这张报表能不能画图? 当然可以啊,这等一下我再教 所以第一件事,会不会汇出? 汇出就是在最上面找那个点点点,然后再去找汇出 可以吗?第一个,第一个就是汇出 你们一定要听懂,因为这边大数据分析算出来 绝对比你用Excel 你Excel,你自己回去慢慢算,算出来可能答还不对 然后这边算出来了,然后汇出资料 那我们就先汇出产生到这里好了 这个应该叫做什么资料? 这个取名字也很重要,不然你取着名字下次不会拿来用 这个叫什么? 每10万人登革热发生率 可以吗? 然后我们下来去看一下 这边我刚刚是不是放在D此跌机这里 每10万人登革热发生率 11月27号上午10点03分 快速点亮一下,它是不是用以下来去打开? 可以吗? 你们这个报表是不是就做完了? 是不是很快? 这件事情一定要会哦 快你们来去做这个报表输出